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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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有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有另类的社群 我们这个社群是一个有 使命的社群 有使命的社群 希望今天 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为什么我们有教会的存在 是一个使命 是什么使命呢?我们会继续讲下去 我们一起先低头祈祷 求主祢的灵来感动我们 让我们今天所听的道 能够传在心里面 主要帮助我们今天的敬拜 蒙主的喜悦 主要求祢的话语 深深的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命求 阿们 在启示录里面 有讲到七个教会 这七个教会 就是将我们末世的时间 有些教会的情况 讲出来 圣灵很知道教会的情况 要知道教会实在是怎样 教会是神所设立的 今天神的工作 也是借着教会去完成 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使命 今天教会里面 最大的使命 大家 牧师还没讲 你都知道 这个使命是什么? 有些人说了 传福音 是吧? 将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但是我们发觉 我们口就是这样讲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了那种 使命感在当中 在这个 看事录里面 有两间教会 我觉得很特别的 七间教会 我们慢慢不再讲了 就是两间 第一间叫做老底家教会 老底家教会 就是他以为自己很有钱 其实他是很穷的 这个老底家教会 我打算是 好像美国的教会 美国教会 通常来说 都是算有钱的 是吧? 如果你不信 出去看看外面 我们的车 其实也不错 是吧? 我们有车渣也不错 很多的教会 是因为 为什么他失去了 这个使命感呢? 因为就是浅作怪 很奇怪 反而一些穷的国家 我们看到那些教会 反而很有热诚 去传福音 但是美国的教会 好像老底家教会 什么都说抵抵抵抵 卖东西 糟了 记住了 我们就忘记了 忘记了 把福音传出去 所以信徒的生命 我们所想的 都是我们怎么生活更好一些 我们怎么穿得好一些 住得好一些 駕駛好一些 駕駛好一些 房子大一些 我们经常都想着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没有了 第二个教会 也都是 失去了一个异象的教会 没有了使命感的教会 我们就叫做以忽所教会 以忽所教会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以忽所教会的人 是很热心的 很忙的 我们会点教会也是很忙的 很热心的 不过留意一件事 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就是没有起初的爱情 没有起初的爱神的心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我们看到北美洲的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有很多会开的 我们有很多大会开的 是吧? 我们有很多活动的 很忙的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有一个弟兄帮我说 他说我回到礼拜日 比平时还忙的 比平时上班的 很多事都要做的 如果你搞而热心一点 在教会里面很忙 很多活动 你可以去 但是 问题是什么呢? 不是这些忙不好 这些忙是让我们 失去了起初的爱情 所以大家来问一问 究竟我现在的愿望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来到教会当中呢? 我没有失去了这个使命感呢? 怎么来到保持这种使命感呢? 所以教会人数增加 不等于那间教会 一定是对神的心意 我们很多活动 不等于一定是对神的心意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到主的面前 我们回复这种 起初的爱心 爱神的心 我们的生命 不是看到我们的衣食住行 我们所关注的 不是那些事 我们所关注的 就是能不能够 将福音来传出去 因为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责任 所有教会的责任 就是能够将福音来传出去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使命的话 我们存在的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不是在祭祷 我们不在玩 很多人觉得 我们今天在一个祭祷 我们看到熟灵沙漠 为什么我们会失望呢 因为我们觉得 选到耶稣就是一个祭祷 很开心的 选到耶稣之后 我们一帆风尊 不是的 选到主之后 神往往将我们 放在一个有使命感 有困难的地方 为的是将人 从这个罪恶当中 拯救出来 所以你和我今天 要重新到主面前 立志 重新到主面前 帮助我们 重新激发起 这种爱人灵魂的心 所以第一个 和大家讲的 就是哥林多前书 一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 这里说 既然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不认识上帝 上帝就本着自己的智慧 乐意 借着人所传如绝的话 拯救那些信的人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求的是智慧 我们却是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 这对犹太人是一个半脚石 对外邦人是愚绝的 但对那蒙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这是和合本的修订板 这里说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人是想 希腊人普通说到西方的哲学 是想到一些智慧 犹太人想到一些神迹歧视 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传十字架 钉十字架的基督 传基督的爱 基督的爱是将我们的罪拯救过来 是为我们的罪的原故 是给了罪罪 为我们死的 你想不想过神很爱我们 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呢? 最近的新闻报告 我们太空人 有一块石头 不知道叫什么星 我不懂读那个字 智慧的位置没有了个心的字 什么碎星 那块石头像洗衣机那样大 我看到那些太空中心的人很兴奋 是吧? 那块石头像是没有电 我想人们觉得自己很伟大的 很笨 一块石头 不知道浪费多少钱 多少十年去找一块东西去看看它 这个宇宙大得不得了 我们的望远镜是很窄才能看到很远 你想想 很窄的角度 看到这个宇宙已经很伟大了 其他很多东西根本看不到 我们觉得人很伟大 其实人就是非常渺小 我们连一块石头都看不到 是不是? 神的创造很大 但是神竟然间 那么爱我们每一个人 那么爱我们每一个人 爱你和爱我 你想想这件事情是多么伟大的事情 他不仅是这样供应我们的需要 圣经说头发也数过 不要说头发 眼眉毛也数不到 我们是吧? 你几个眼眉毛呢? 数不到 是吧? 神爱我们到的地步 不仅是头发数过 祂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本来我们和神是分开的 我们是不性结的 我们是有罪的 但是神很爱我们 很想我们和神回到一起 所以祂为我们的缘故 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这段事情讲的就是 全这个十字架的道理 那些人以为是愚绝的 这个神怎么这么笨啊? 你这么伟大 这么伟大 这么伟大 是无穷的伟大 竟然间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死在十字架上 他不是单止是爱所有 全部人 他是爱你和我 每一个人 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祈祷 有没有试过一些很细微的祈祷 神听了我们的祈祷? 有很细微的祈祷? 很小的事 竟然间这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去关心我们一个这么小的关注 神真是伟大 神的爱 我们没有办法 可以测读到神的爱 所以这段经文说 我们有一个福音的社群 是一个逼切 我们是传基督 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传基督 为什么我说背起十字架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传基督的时候 我们没有传到耶稣基督 我们是传自己的 普通话说有些人传是传自己 就是说我们想说自己多伟大 我们很想自己说得很聪明 我们很想像这些 对他们的思想 我们很有智慧 我们很想告诉别人 我们很有能力 可以行神迹歧视的 我们很想 我们很想像神有神迹 我们很想有无穷的智慧 但是现实来说 我们是一帮没有智慧的人 我们很多东西都不懂 太空中心这么多人 去石都找不到 整个机器 洗衣机都放不到 何况我们呢? 我们人根本是很少的智慧 我们很少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主意面前 我们传福音 最大的障碍是自己 原来我们将福音告诉别人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到基督 没有说到神的爱 我们只是借着这件事 说到自己的伟大 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的伟大 人家听不到 人家都听不到 看不到 背起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 背起十字架是否定自己的意思 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就是说我们是 nothing 但是神使用我们 将神的爱传出去 我们本来是罪人 但是神这样怜悯我们 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 这是说到耶稣的门徒 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今天神要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为耶稣的门徒 最重要是什么事呢? 不是上基约 不是去读完整本圣经 最基本的事就是背起十字架 否定你自己 要跟从主 abandon yourself 英文是这样的说法 就是我们将自己 可以放弃跟从主 这是很奇妙的事 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 很奇怪 彼得和安德烈 约翰和雅各 是两个兄弟 他们是伙伴 一叫的时候 马上就放下所有东西 跟从耶稣 为什么这么笨啊?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其实他们都是中等阶级 有条渔船 知道吗? 有条渔船很厉害的 以前我在加拿大 东岸那边住 有一只船 是做半年的 原来那些人很开心 捉龙虾 不用捉的 扔下去就捉到 半年就休息了 有条渔船很开心的 他们本来是 中等阶级 不错的生活的 放下所有 耶稣说 来跟从我 我叫你得人如得如一样 他们就跟从主了 其实跟从耶稣 一点都不笨 跟从耶稣是最 最宝贵的事 因为神是我们的份 请在里面这样说 我们所拥有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说去哪里? 他说跟从耶稣去哪里? 我今天看一个文章 早上 大家可能也有看 《日常节节》那里 他说什么 就是说 原来信心 不是问去哪里 信心就是爱那个 带领你的人 信靠你的人 信心不是知道去哪里 人真去哪里 你不知道 下一步去哪里 你不知道 下一个工作去哪里 你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离开世界 你不知道 你待会吃什么饭 你都不知道 人真不是知道前面是什么 但是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爱 你爱各位 引领你的主 你爱各位 一路 信靠他 完全的信靠他 你看不到 big picture 你只看到 带领你的导演 跟着你 你跟着他走就可以了 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紧急的 一个很紧急的 为什么是紧急呢 因为这个使命 不是为我们自己 是为那边失丧的人 失丧的人 失丧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得不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我自己做牧师的时候 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特别有些九位弟兄姊妹 他家里的亲人 离开世界 牧师可不可以帮我做个丧礼 有时候我都很勉强 我说丧礼叫阿昭牧师去吧 坤礼叫我吧 真的想这么说 也去吧 去到的时候我发觉 其实听那些人的生平 都是很好的人 我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 神的爱呢 为什么不早点引领他信主呢 为什么迟了 迟了在永恒当中 是跟神的爱分开了 是很可惜 很可怕的事 所以我们人有一个 有一个逼切感 各位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祈祷 我们想起一些身边的朋友 他还没有信主的 你不要延迟 神给你的感动 圣灵给你的感动 你千万不要延迟 千万不要延迟 趁那一刻 你就拿着这个机会 或者打个电话给他 他送个电话给他 跟他联络 请他出去吃饭 带着他 把福音告诉他们 我好几次 帮人说福音的时候 就是说一些 特别一些老人家 当他们说福音的时候 我说耶稣很爱你 原来那些人 整世都没听过这些说话 他们一生人当中 从来没有人 不知道这位 創造天地万物的真神爱他 他们感受不到 今天神要使用我们 借着我们 将神的爱传出去 我们的爱 我们爱这个人 为了 因为神爱我们 神使用我们 将他的爱传出去 神使用我们 将他的话语说出去 所以第一姐妹们 我们这种的迫切感 有没有呢 有没有这种迫切感呢 我想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 就是讲到一个 美国的 banker 1975年 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在City Bank 所以我看完这段视频 我对City Bank很好的印象 可能是 City Bank 这个人 怎样呢 就是当越南淪陷 做共产党的时候 他救了他的同事 105个人 看看这个片段好吗 getting the husbands out was the most dangerous Yes, because you know they were either in the army or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f the MP they saw anybody like that or they caught anybody like that they would shoot right away John was able to get the husbands fake adoption papers as his sons and managed to get some of them on what he thought was safe a US Embassy Evacuation bus like this one to the airport but the bus was stopped by police looking for deserters The driver of the bus stopped at the checkpoint opened the door and a Vietnamese police officer stepped onto the bus and he looked up and down the aisle and I thought this is it we're all going to be taken off this bus and shot but in a split second a woman sitting in the front seat a Vietnamese woman leaped up toward the policeman and poked her hands into his stomach I thought she knifed him and then I saw a bag of something move from her hands to his hands and I thought aha it's a bribe Bag of money Bag of money yes The bribe worked he waved them through The last group of men at the villa were afraid to risk another bus but John was out of ideas Finally one of the men thought up an ingenious plan They pretended they were delivering bundles of money to the airport in the bank van They even called the police for an escort like this And they had rifles and everything and they just led us right through the gates of the airport You just went right on the plane with these guys? They were safe All of them? All of them One of them was Chi's husband Every time I ask you about John you cry So kind you know to stay behind and take took us out He did so much for us to save my kids and my husband They flew on one of the last planes out of Saigon After that the only route of escape were the helicopters at the U.S. Embassy Within a few days North Vietnamese tanks rolled into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The war was over What followed were years of starvation and brutal repression Many who tried to escape by boat drowned at sea But thanks to John the Citibank employees were flown out to either Guam or the Philippines and then all reunited at Camp Pendleton in California Do you think all this time you've been fired? Yeah, I do still think that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though I'm still alive they're all alive important things While he wasn't fired he was given a big bonus and hailed as a hero At the reunion for John in Long Island with a group of his children we found out they call him Papa Yes, I do I haven't talked to you in so long Citibank spent a million dollars to resettle all the employees giving them and many of the spouses jobs We'll never forget you too At the time in Saigon he thought of his colleagues at the bank as his Vietnamese family 40 years later still his family But now as American as We Do you think the people who came here have had good lives? Yes, I do 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actually have now? and grandchildren? I just keep using the number 105 but the grandchildren don't ask me I can't keep up with that It's gotta b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you seen 60 minutes John 本來 他已經 已經 一個人 飛了香港 公司叫他走 但他回到香港之後 他認識了一個軍人 就是美國的軍人 再次鼓勵他 去救回 這105個他的家人 我看這個片段的時候 我想一下 如果回到天家的時候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打招呼 多謝牧師 多謝你把福音介紹給我的信主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 我們到天上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很多人 會來感謝你 這是我們最想做的事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發覺人生很快的過去 他們是永遠的沉淪 所以我們要趕緊把握這段時間 把握這段時間 把人拯救出來 就是帶到這個永恆的角度 這個是我們福音的使命 是你和我的使命 最怕的是 我們很多的親人 我們去到天上的時候 見不到他 見不到我們所愛的人 因為我們沒有把福音說出去 所以大家給勇氣 給勇氣 你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 很簡單 你猜不到神會使用一句說話 我試過很多時候 都是使用一個很簡單的說話 但是神就使用一個很簡單的說話 是讓人的心改變 來接受耶穌 做他們的救主 這是我們今天要得到的鼓勵 然後這個使命 是什麼使命呢 是一個聖結社群的 君尊的使命 所以我叫做 一出黑暗入光明的使命 我們不是怎麼相信耶穌就算數 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要知道 我們是屬於神的 我們是聖結的 聖結裡面說的聖結 是說到屬於 我們是一幫屬於神的人 我們是神所擁有的 我們自己沒有權去控制自己的 我們是屬於神的 完全屬於神的 有沒有想過這個意念是很寶貴的 我們是屬於神 分別為聖 歸給神 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金錢 我們的生命 一切都是屬於神 原來我們是一個職份 一個君尊祭司的職份 我們看看 比得前書第二章第九節 唯有你們是被簡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結的角度 是屬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 那照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們的生命是要宣揚 藉著我們的生命 是宣揚的 叫我們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 這是我們生命當中的一個見證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為主做見證裡面 第二個說到一個很大的妨礙 就是我們的生活是不聖結 什麼叫不聖結呢 我不是說道德上的事 不聖結的話 我們覺得有些東西是我們自己擁有的 就是跟神沒有關係的 那個不聖結就說 這個時間是我的 不是給神的 這個事情是我的 我們說到 當我們說到 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時候 不肯歸給神的時候 我們發覺 我們就失去了這個力量 所以我們什麼叫做罪惡呢 罪惡就是 我們做一些好事 是跟神沒有關係的 聽到嗎 罪惡不是做一些壞事 魔鬼不會這麼蠢叫我們做壞事 魔鬼叫我們做好事 你知道嗎 不過好事跟神沒有關係的 你做的事比神更好的 更快樂的 在神以外的事 所以呢 就是事人都引誘我們 我們覺得自己可以擁有自己的時間 擁有自己的生命 擁有自己的身體 我們隨意去做的時候 不歸給神的時候 我們發覺 我們就不能夠 進入光明當中 原來光明呢 光明的意思就是 一切都在神的簡光當中 神看到我們 我們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不是隱藏的 我們所做的事 神完全地看著我們 包括我們的心思 我們的言語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言語要是光明的言語 不要說一些污衛的言語 是嗎 因為呢 言語是什麼 是心裡面說出來的事 我們的思想 不要想一些壞的事 不單止不要想淫亂的事 原來我們的思想裡面 有很多壞的思想 有時候是疾到 有時候是跟別人鬥爭 是嗎 其實這些都是壞的思想 就是我們有時候 猜別人不好 批評別人 這些都不是光明的事 就是你當自己是神 去批評其他人 跟別人爭敬 所以你看到一個人 比你更加厲害的時候 你會很妒忌 這些都是壞的思想 當我們有壞的思想的時候 教會裡面是怎樣的 不可以合一 我們不可以彼此相愛 甚至我們沒有憐憫人的思想 都是壞的思想 我們心裡面有很多的罪 是因為我們不要神 起點就是跟神分開 我們不聽神的話 我們跟神分開 所以我們基督徒最容易犯罪是什麼呢 我覺得最容易犯罪的那一刻是什麼呢 就是不想祈禱 就是不想親近神 你有沒有試過不想祈禱 就是有些人說 那些女人一不開心 就一哭二我三上吊 有沒有聽過 我們人犯罪呢 就是有三樣東西 第一 不祈禱 不讀經 第三 不聚會 我只是用這個借例 第一 你不會祈禱 你不想跟別人溝通 第二 你不想讀經 就是不想吃東西 就是義我 你不想讀聖經 你不想知道神幫你講什麼 然後你不想見到弟兄姊妹 你不想讀行俠 你不想回來見到那個人 有審判我了 眼光望我 我們發覺人就是這樣 不祈禱 不讀經 不聚會 是我們犯罪的開始 不可以犯罪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一幫社群 是有君尊的使命的 是出黑暗入光明的 什麼時候有光來的時候 我們的黑暗就可以驅走 我們唱詩的時候 怎麼可以唱得好呢 心裡面的黑暗 要被神的光照耀到 我們實際上很容易去敬拜神 去讚美神 有時候我們人裡面有虧欠 我們不敢唱詩 我們不敢來到神的面前 但是神要我們 是一個君尊的祭司 祭司的職份是什麼呢 祭司是將人帶到神的面前 我們有一個職份 是一個祭司的職份 是將人帶到神的面前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堅守這個君尊的使命 這種職份 這個聖結君尊的職份 幫助我們在生命當中 我們真的能夠歸給主的聖結的生活 所以我們其實這個籌款運動 都說到我們金錢怎麼來的利用 其實最終那些錢都不是你的 對不對 沒有說錯 我以前有一個弟兄 他說他爸爸過世之後 他最得益 因為他爸爸有很多西裝 他跟爸爸差不多身材 他穿了所有西裝 不過最慘的是美國 還要去Florida 全部穿短褲 西裝完全沒得穿 對吧 所以我們物質的東西 遲早 就是日本遊船 遲早遠 遲早玩完 遲早沒有了 我們生命當中 能不能夠獻給神呢 這是一個完全的奉獻 奉獻給主 我們的精神時間 能夠奉獻給主 就是一個很美好的事 很開心的事 我們說到第三項 就是我們一班的信徒 是一個蒙恩的社群 我們是一個天國的使命 剛才那個影片說到他們來到美國 成為美國公民 很好 對吧 這是一個預表 預表我們去到天國公民 你和我都是天國公民 天國公民做什麼呢? 行公義好聯盟 我們今天是天國公民 活在地上 這是美國的地方 所以世界在哪個地方活著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天國公民 我們是天國的子民 你有沒有這個天國的護照? 就問一問大家 這個護照是不用燒了不見的 在心裏面的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天國護照 入天國 所以耶穌出來傳道怎麼說呢? 天國近了 你們應該悔改 施洗若漢或者施浸若漢 都是一樣說法 天國近了 應該悔改 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是一個天國的使者 我們是一個責任 我們好像一些大使一樣 在這個地方裡面 有一個尊貴的身份 我們有一個責任 先講 天國的公民有什麼權利 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優勢? 我問這個問題也挺難答的 有什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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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的公民有一個很開心的一種權利 是什麼呢? 神說你怎麼做 怎麼做就可以了 只要你順復就可以了 你順復就可以了 你不用為自己去想很多事情 你明白嗎? 如果你不是天國公民 你就為自己去想很多事情 我怎麼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我們小時候 父母幫我們說 兒子要讀書 將來怎麼偉大 做些什麼什麼什麼 你發覺你很不喜歡讀書 特別是讀中國歷史 那些很難搞的 你們現在不用讀了 我們要自己偉大 很辛苦 因為神不是叫我們偉大 神叫我們彰顯祂的偉大 所以天國的公民有一個特權是什麼呢? 就是神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了 神感動你 祂給了一個最漂亮的電話給你 這個電話是隨時接通的 它可以跟你溝通的 天國公民最好的一件事就是 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可以知道神有什麼心意 可以聆聽到 聆聽到神的聲音 那你說 牧師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還沒有啟動 啟動就可以了 當你的心愛主的時候 你祈禱 神啊帶領我今天的時間 我今天所做的事 我今天傳播這一刻 可能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要做什麼呢? 主啊 你告訴我們 你告訴我 這個是天國公民 我們在地上是暫時的 這個 這個 哥倫多後書 哥倫多後書 第五章第二節 我們是帳篷 我們是地上的帳篷 我們的身體是一個帳篷 然後哥倫多後書四章十六節 記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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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肉體雖然扭壞 內心卻一天身似一天 哇!多好啊! 生命是這樣的 我們在地上是寄居 因為我們是天國公民 所以你不要当地上的东西是永恒 你就明白 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活着 每天都感恩 感谢神 感谢神你今天可以 遵行祂的旨意去做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 信服是很开心的事 有人说信服 这个信字是三栋 是预表水 树叶的叶 在水上漂流 是很容易的 很自然的 我们信服神是这样 这是天国公民的特权 你可以随时的信服神 神就给你那个生命 很有意义 然后有一件事就是说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件事我们行出来 就是行公义好联敏 在尼家书 来说给我们听 我们读尼家书好吗 六章八节 世人啊 若我说以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这个是天国公民 在地上的一个最大的责任 行公义好联敏 神的义代替我们的义 我们生命当中 去联敏身边有需要的人 今天基督徒最容易就失去了这种联敏的心 我们对人没有联敏 我们只有批评 我们再没有一种同情心 没有一种同理心 我们对人呢 就是当他不是人来的 是不是 你没有试过逼巴士啊 旁边的那个不是人来的嘛 你打他两招啊 你想去毁灭他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人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了怜悯的心 我们求助帮助我们 行公义好怜悯 全谦卑的心 不是全牙策的心 与神同行 怎样才可以与神同行呢 全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这个天国公民其实是一个很感谢神 我们不需要将自己升高 我们不需要将自己抬高 我们不需要让人看得起我们 我们不需要那样东西 一旦看得起我们就搞定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斗争 哇 这个人多开心 又不需要和别人斗 是不是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很喜欢和别人斗 是不是 我知道有一些民族很喜欢和别人斗 但是我们不需要和别人斗 所以感谢神 所以今天我们看回我们整个的使命 是一个逼切全福音的使命 我们是一个圣洁君尊祭司的使命 我们这帮蒙恩的人 是一个天国的子民 我们怎样才成为天国的子民呢 蒙恩 是神的恩典临到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 今天能够成为天国的公民 是神的大赦 神赦免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蒙恩 我们接受主的恩典 但是神要将我们的恩典 传出去 我们有的恩典 包括我们的生命 财干 金钱 全部都是恩典 最大的恩典是救恩 救恩 将这个恩典 来到分与人分享 传出去 神不想我们呢 就是为了我们的恩典 拿着恩典不放 神要我们将这些恩典 去传出去 当我们传出去的时候 我们发觉自己会有更多 所以耶稣说 施比受 更为有福 我们满有蒙恩的一帮人 今天是一帮很开心 可以感谢赞美主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会点 我们三谷会点的弟兄姐妹 看到这件事 看到我们一帮 神很爱我们的人 我不知道你之后 做了什么祈祷 有时候我早上的祈祷 就是说 感谢神 神很爱你 你有没有帮神说 我爱你 有没有使用这样的祈祷 你有没有帮你太太说 I love you 没有意思的 当然 帮神就不用说不好意思 神很爱你 但是我知道爱得不够 当然比我更加爱你 祈祷神很英文的 有时候他做了一两个 很不可爱的人旁边 你爱不爱他呢 好了 因为是主的缘故 我有一些我不可以爱的人 那我们在爱心里面会增长 信心里面会增长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更加爱主 我们盼望 我们在我们筹款的事上 会员出我们更大的爱主的心 更多信靠主的心 把自己放下 我们将神高举 靠主 建立我们的信心 我们低头祈祷 恩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全心全意的去爱你 主要让我们这个社群 这个教会 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 这个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开去 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很多失丧的人的时候 上映我们未信主的家人的时候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再没有一个口号 我们不因为被迫去传方 是因为主的怜悯 主要你爱那些罪人 我们从前都是罪人 现在仍然都是罪人 但是你这么爱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将福音 将基督的爱 不单止用口说出去 用我们的行动表示出来 让这些人在我们生命当中 真正感受到神爱他们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 我们不足 但是你可以帮我们 求主 坚强我们的信心 祈祷奉耶稣命求 阿们